有很多侵犯、犯罪、犯罪、犯罪 去那裡 激動的向選民們發表感言 他就是下任宏都拉斯總統秀馬拉·卡斯楚 將在明年1月27號正式就職 親中立場鮮明的秀馬拉 之前就表態若是當選 就會與台灣終止外交 轉而向中國建交 還會吸引中資進駐 讓外界憂心宏都拉斯 與我國岌岌可危的友邦關係 我們在他選舉之前 都已經有非常密切的互動 包括跟他的這些主要的競選幕僚 那我們的了解是即使他選上了 跟我們的邦交也會維持 外交部長吳釗燮信心滿滿 掛保證再三強調 與宏都拉斯之間的邦交不會有問題 他選上之後 那我們的駐宏都拉斯的代表處 也跟他的本人 或者是說跟他的競選團隊 甚至是跟副總統 最近也都有聯絡 他們也跟我們保證說 那個邦交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叫我們不要擔心 外交部曾多次對外表示 台宏建交80年以來 雙邊關係穩定友好 美國華府也對中國 在中美洲挖牆角的動作 表達高度關注 即便宏國新執政團隊 已經對台灣給予保證 但國際利益關係 說變就變 台灣也不可太過樂觀 歡迎新聞 慧弘玉 劉慧婷 台北報導 從銅板市民經濟 到國際貿易佈局 看見新東協節目 感謝您長期的支持 現在我們全新改版 延長為一個小時 華語新聞台 看見新東協 帶您更深入探討 東協商情與正經發展 等待會兒 我們需要一個小時 給予保證 無能 佩服 發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